河南交作惊险吕布墓 堂堂三国第一猛将 墓葬内却空空如也 难不成这只是吕布一种 就在所有人都疑惑不解释 角落里的长矛顿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可问题也来了 据史料记载 吕布明明死于江苏 为何会葬于河南 而威风凛凛的他 死后的墓葬又为何如此简陋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吕布墓之谜 时间来到2007年的一天 交作小兰丰村的一名村民 如往常一样在进行农作 突然他发现 田里竟出现几处大洞 这让他十分的疑惑 就在他想要向前观望一番时 猛然间想起 之前村中一直流传着有古墓的传说 难不成这古墓 今天让自己给碰上了 而这大洞则是盗墓贼的产物 想到这儿村民不敢怠慢 立刻就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 没过多久 一支考古队便来到了现场 经过初步勘测 专家发现这儿还确实有出古墓 不过规模不大 应该是个普通墓葬 这让考古队多少有点失望 不过因其已被盗墓贼破坏 专家也是当即决定 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而在此之前 考古队决定先走访下周边村民 了解一下墓主人的相关信息 说不定也有人知道墓主是谁 但没想到的是 在询问了无数村民后 竟没有一个人对这处古墓有所了解 没办法 专家只能将重心放在古墓发掘方面 可在对周围又做了次勘测后 竟又发现了几处道洞 甚至连墓葬结构都已经遭到了破坏 这不禁让众人开始担心墓内的情况 随着铁锹的下土 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 意料之内的是墓葬内确实是只能用一个惨字形容 除了几个破损的瓷片外 其余一件陪葬品都没有 再将风土清理完后 墓葬的整体也显露了出来 它的墓室非常小 规格上平平无奇 专家对此也是认为 这只是个寻常百姓的墓葬 墓主的关锅在中心位置 同样也是毫无亮点 这让建官无数珍宝的考古队不免有些失落 但毕竟已经开始挖掘 众人多少还是有些好奇 墓主的正式身份 这时一位眼尖的考古队员 发现墓葬中有块墓志明 而此时的专家怎么也想不到 墓志明上的内容 会让现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 河南交作京县吕布墓 墓葬规格极其普通 陪葬品更是几乎没有 堂堂三国第一猛将 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 一块墓志明的出现 瞬间引起了众人的围观 只见上面隐隐约约 写有凤仙两字 这给大伙吓得不轻 凤仙那不就是吕布吗 这墓志明不会假的吧 就这破破烂烂的墓葬 咋可能是吕布墓 这多少让专家有些不屑 毕竟就这规格和用料 说难听点 连个九品芝麻官的墓葬都比不上 为了进一步确定墓主的身份 专家连忙对墓志明 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读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将上面的文字翻译后 发现这还真是吕布墓 这让现场众人顿时就沸腾了 可这也让专家更加的疑惑了 吕布墓到底为何会如此简陋 而且据史料记载 吕布被曹操所杀实 所处的地界是如今的江苏 而他是个蒙古人 就算是落叶归根 怎么也归不到河南吧 这着实让专家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查阅了无数史料后 众人也终于是发现了些蛛丝马迹 虽然在三国志和其他史料中 并未有明确记载吕布死后的埋葬地 但他的经历中还是有能反映 他为何葬在河南的依据的 原来吕布之前在给董卓做小弟时 因考虑到董卓为人暴虐 说不定哪天看自己不顺眼 就给自己送走了 再加上他人不断叫唆 吕布便决定先下手围墙 将董卓斩于马下 但吕布也因此没了靠山 之后便反复投奔他人 而在其到曹操手下时 刘备认为他就是个墙头草 只有武力没有头脑 接着便劝曹操将其处死 免得以后给自己留个祸害 而曹操也听从了刘备的建议 在吕布死后 曹操命人将其首级送到许都 邀功后下葬 这许都便是现在的河南许昌 吕布墓也因此便出现在了河南 而之所以他的墓葬会如此简陋 一方面是曹操主张丧葬从简 另一方面则是吕布人品确实不太好 不仅三次任人做父 还两次为一己私欲来侍负 就这么个人 曹操怎么会花重金为其修坟 就在众人认为解开了历史真相时 一件武器的出土 却让专家直呼 我们又被骗了数千年 河南交座惊险吕布墓 墓葬极其简陋 陪葬品更是少得可怜 在专家将其棺果打开后 发现吕布尸骨杂乱无序 显然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安葬 就在众人认为墓葬已经清理完毕 准备要离开时 一个小角落里突然闪过了一道亮光 一位考古队员向前一看 竟发现了一柄长矛 只见他虽历经千年岁月 但依旧隐隐透露出一丝寒光 专家推测 这应该就是吕布生前所用的武器 可问题也来了 吕布用的不是那方天画戟吗 这东西可和方天画戟差的有点远呢 专家对此意识也道不出个所以然 为了查明背后的真相 众人翻阅了大量的史料 原来这戟不单单只有一种 它是根据月牙数量来划分的 单月牙的被称为青龙戟 而双月牙的才是方天画戟 不过因为过于庞大 通常只是做象征意义 不会经常带着上战场 而显然墓中这柄长矛 才是吕布上阵杀敌时真正使用的武器 至于那柄方天画戟 极可能是在吕布被杀后 让他人搅和带走了 在这之后专家还对其骨质量进行了测量 发现吕布骨骼壮硕 身高约有两米 确实像描述的一样魁梧 怪不得能力压群雄 凭异己之力对抗刘关璋三人 不仅如此 专家还用现代科技 对其真实面貌进行了复原 可以看出他气宇不凡 即使放到现在 也是妥妥的一名美男子 到此为止 吕布墓中的谜团也终于是真相大白 虽然墓中因为出土有珍贵文物 但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墓被发现 本身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穆志明的记载 也为我们证实了许多历史真相 这其中的价值是无法用珍宝来衡量的 如今吕布墓也已经被很好地保护起来 而在这之后 还会有哪些名人古墓被发现 点个关注 我们下集接着看